中国股市中红色表示上涨,绿色表示下跌,所以股民们见红则喜,长得红红火火,才能赚得盆满钵满。 然而在经济学中,有一种红却让人喜忧参半,那就是赤字。 一般来讲,企业或政府机构常常会出现花得多赚得少,入不敷出的情况。 在会计核算时,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用红字来写,这就是赤字。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赤字的来源可以分为两种情况。 一种是管理不当形成的赤字,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,支出多用于政府日常开销、公共设施建设等。 如果政府对税收管理不当,造成大量漏税逃税,或者政府不节制,开销过大就产生了赤字。 另一种是国家有意安排的赤字,属于财政政策的一种。 20世纪、二、三十年代,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、经济凋敝,时常自动调节的功能失灵了。 此时,罗斯福政府运用赤字手段增加公共支出,上马一些架桥修路的大项目提高就业,使停滞的市场再一次运转了起来。 这种赤字财政后来被其他国家效仿,用于在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发展,给市场注入活力。 虽然赤字财政是一致经济不景气的一剂良药,但各国政府大多谨慎采用,因为它的副作用也不小。 政府在弥补财政赤字时会采用增加税收、发行公债,甚至直接增发货币等手段。 增加税收能够在短期内弥补财政赤字,但也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,不利于经济的发展,长期看来有害无利。 发行公债和直接增发货币,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供给量,也满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。 如果市场上的货币供给超过实体经济的需求,就会引发通货膨胀。 另外,过高的赤字会成为政府的重担,甚至引发财政危机。 比如,近年来长期执行赤字财政的美国,在2013年因为政府预算无法通过,甚至一度停摆。 我国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,将财政赤字控制在可调控的范围内。 对于投资者来说,财政赤字总额也是判断经济基本面调整投资策略的参考指标之一。